这里正月初一的拜年又是另外一番景象 豫王是储君 须借高拱张居正必先行君臣跪拜大礼 可须借高拱张居正同时又是豫王的师父 在他们行了君臣之礼以后 豫王也向他们行了半礼 一行坐下却并没有节庆该有的喜性 个个都神情肃默 须借高拱张居正忽望了一下 让须借进言 须借说道 今日分仪父子还有在京一半的官员 都没有给皇上尽先贺表 豫王知道否 我也是刚从宫里听到的消息 豫王说这话时显然经历了一番紧张 可这是依然显着紧张 须借说道 二十多年了 樊皇上敬天拜教 页分仪和页世凡他们 没有一次不是争上贺表公赚青词 这一次他们是向皇上摊牌了 高拱说道 有消息 从去年腊月二十三 一直到年三十 严党的人便在四处侦查张真人真经的来历 看样子 他们手里有了排才敢这样 欲望紧张地站了起来 他们知道了真经的来历 张居正接话了 是 燕带斜街高汉文的宅邸外 这几天就有刑部和大理寺的好些人 换了便服 在轮班看守 豫王脸色灰白地说道 要是让父皇知道了真经的来历 我和李飞就只好去请罪了 张居正大声说道 当然不能让他们知道真经的来历 我已经设法告诉了高汉文 死也不能漏这个底 让他们死 不能够这样做 有背天理 也有背人情 何况有杀人灭口之险 臣等绝无让高汉文他们死的意思 只是说叫他们有所防范 万一落入人手 先要扛住 高贡说道 这是下策 高汉文和他那个女人 万万不能落到严实凡他们手里 有什么法子 他们派人 我们也派人 第一在正月十五三节前 不能让他们把人暗地抓走 第二 要抢在十五三节后 各部衙门开堂离世之前 把高汉文他们送出京去 什么理由 怎么送 只有让高汉文委屈了 我们商议了一下 让御史上一道参高汉文的奏书 罪名是纳纪为妻 甘返大明会典条例 犯此条例 再知官员应该立刻把为庶民 永不续用 这样就能够用我们的人 把他遣送回原籍 御王沉默了一下 看向徐阶 徐师傅 你老意下如何 徐阶没有立刻回答 想了一想说道 这一步棋当然该走 先由御史上书参合 我可以逆票 但还得吕公公批红 现在 最要紧的是吕公公 御王想了一下 下了最后的决心 吕公公那儿我写信 叫冯宝送去 他是帮我 还是帮严氏父子 听天由命吧 转眼又是一个正月十五了 家境自搬到西院以来 每年正月的初一到十五 都要闭关清修 家境四十年 打死了 亲天间的 监政周云义以后 从正月初一到正月十五 他闭关清修了半个月 起来了那场大雪 今年除了初一 设了那一坛 罗天大教 从初二才开始闭关 今天身时 该是他出关的时候了 正如阎松所料 往年逢单日是吕方在京社里伺候他 逢双日是陈宏在京社里伺候他 今年由于除掉了初一那天拜教 初二是吕方当职 初三是陈宏当职 轮下来到了初十五又是陈宏当职了 这一天也是最要紧的一天 出关后夹境的第一道旨意 便成了决定无数人命运的关键 陈宏守在京社的那一幅条门外 便显得格外的紧张 也透着十分的兴奋 他面前一个紫童顶内檀香木 在燃着明火 火上坐着一把诺大的紫童水壶 只待里面铜庆声响 他便要提着热水 去给万岁爷温开手脚 晕热颜面 当的一声 铜庆响了 陈宏机灵了一下 联盟提起了那把紫童虎 感觉到自己有些慌乱 又站在门口深吸了一口气 慢慢地吐出来 这才高声主导 奴才公主主则万岁爷出关 说吧 轻推开那扇门 拎着童虎走了进去 紫童虎里的热水 倒进了家上的金盆里 陈宏比驴方面壮一些 干这些活就显得更为麻利 只见他拿起一块纯白的松香棉布面筋 摊开紧在热水里 脾气轻轻一拧 拎到面筋里的水恰好不滴下的程度 双手握着 急不去到铺团上的嘉静面前 展开面筋包住了嘉静那双干柴般的手 半松半紧地握着 这明之曰 温手 如是这般 陈宏往来搬走 一共用了七块面筋 将嘉静碾了十四天法指的手 终于稳得松软了 他又提起了铜湖里的水 倒进了另外一个金盆 拿起另外一块更大的 纯白松香棉布面筋 浸到水中 轻轻一拧 走到嘉静面前 双手放了过去 嘉静接过面筋 自己摊开了 蒙上了面部 此明之曰 开面 不一会儿 嘉静把面筋递给了他 陈宏借了 放回金盆 把紫童湖里剩下的热水 倒入一个银盆 端到嘉静扑团前的地上 接着替他脱了袜子 捧起他的脚 放入热水 嘉静双脚泡在热水里边 金口开了 正月初一 那么多人不给朕上贺表的事 有说法了吗 是 陈宏从袖子里掏出一折约二指宽的条尘 封了上去 嘉静手里拿着条尘 先问陈宏 谁的条尘 回主子万岁爷 严格老严松地走尘 嘉静又深看了他一眼 急忙打开了折着的条尘 陈宏看了起来 陈宏站在那 浑身的骨架都开始收紧了 果然 嘉静将那个条尘狠狠地摔在了地上 好啊 七天了 陈宏扑通轨道 主子万岁爷千万不要动了真气 伤了仙体 现在几时 回主子万岁爷 现在身时末有时不到 那离正月十六子时也就三个时辰了 去 调集提行司镇抚司的人 分作三路 过了正月十五三节 立刻拿人 是 起奏主子万岁爷 都拿哪些人 子时再说 是 奴才在起奏主子万岁爷 这件事 奴才是否应该禀告吕公公 这件事 还要让吕方知道吗 是 陈宏这一声 答得很红亮 接着他磕了个响头 退到门边 一转身 走了出去 家境 家境看着陈宏经历 弥散的背影 眼中的光慢慢收了 惊艳有云 正月十五雪打灯 八月十五云遮月 因家境四十年腊月的雪下过了头 家境四十一年除了初七初八下了两场小雪 死后一直到正月十五都罕见的没下雪 天上的云也薄了 石火还能看见月亮 这就使得京城多处的灯饰比哪一年都红火 延带斜街是北京少有的斜街之一 不远处石刹海便是京城最繁华的灯饰 这里虽然被拐弯处挡着 见不着灯火 但抬头便能看见被灯火照得通明的天空 和飞上天空五颜六色散落的烟花 徐派时分 多数人都关灯去了 斜街的街面上只有手术富人老人带着孩童 在处处挂着大红灯笼的门前燃鞭炮 放起火点二踢脚 地上点燃的起火在冒着烟花 不远处天空也在缤纷地落下烟花 剑杂着砰的一声二踢脚 呼啸着窜到街面的空中再响一声 怎一个乐自了得 大人小孩都明白 疯了这一晚 明日就要收放心了 突然 响起了一阵急促的脚步声 街面上放烟火爆竹的大人小孩 还没缓过神来 就看见从街的两头拐弯处 同时出现的两队官兵 见去见去 都进屋下 官府有功干 所有人都回避了 毕竟没有三姐 两头领兵的对官还算是客气 只是大声吆喝 那些妇女老人下的连忙抱的抱 拉的拉把自己的孩子带进门 一条条门都关上了 两队官兵几步一个 把条烟带鞋接封锁了起来 接着一个队官带着一群兵奔向门口挂着高宅灯笼的宅门口站定了 接着一群官兵护着一顶八台大轿从东面奔来了 那顶轿在高府宅门口停住 轿杆一斜 走出来的竟然是严实反 半个时辰轿 半个时辰前他接到了陈红的消息 知道子时要抓人 为方万一 他亲自出马带着刑部的官兵来捉拿高汉文和云娘了 把门的对官立刻猛扣着门环 开门开门 云娘这时正端着一碗元宵刚走到前厅的门边 突然被震天乱响的门环声给愣在那儿 前厅的书桌边坐着高汉文 听到了院门的敲击声 慢慢放下了手里的书 向门外看去 经过浙江那一番错跌 在昭狱里又坐了几个月的天老 这时的高汉文 以不负当时的少年风采 长出了好多胡须 眼里多了几分深沉 更多了几分淡然 外面传来了呵斥声 刑部和大理寺的 有秦案问你们高老呀 接着门环又猛敲了起来 来了 云娘竭力想控制内心的恐惧 端着碗走到书桌边 放下时还是溅出了一些汤水 柴和油都备好了吗 高汉文慢慢地站起来 深看着云娘 云娘点了点头 高汉文道 我去见他们 你到后院屋里等我 云娘抓住了她的手 莫青 我当初真不该跟你来 我是个不祥之人 你说什么 无知大患 因有无神 去等着我 我来之前不许点火 我等你 云娘擦了眼泪 看了看高汉文 转身走出了前厅后门 就在这时 前院的大门被砰的一声撞开了 一个队官领着一群兵蜂拥进来 立刻散开站到院子各处 严世凡走了进来 在院内站住了 他看见高汉文并没有迎出来 而是站在前厅的屋子中间 远远地看着他 都出去 把好门 是 那队官一回首 把那群兵又带了出去 从外面拉上了院门 严世凡这才慢慢地走进前厅 站在高汉文的面前 两只脚箱铸铁一般 钉在砖地上一动不动 高汉文也静静地看着他 严世凡突然问道 高老爷 以怨报德几个字怎么解 君子有德 小人无德 你就是小人 一个汉林院七平检点 我保举你出任杭州之府 你却伙同旁人坏我的方略 以致朝廷改到威丧国策 功败垂成 年前居然还串通那些人 暗中捣弄一本什么真经欺瞒皇上 端老子的碗砸老子的锅 你还有脸跟老子说君子小人 严大人 我高汉文是两榜进士 出任杭州之府 供职汉林院 吃的都是朝廷的俸禄 不是你严家的饭食 严世凡万没想到 这个高汉文居然如此强悍 气得浑身发抖 狗屁 两榜进士 一个商人玩下的异计当个宝贝 去到家 你高家十八辈祖宗的脸都让你丢光了 你说 沈一时那个异计现在在哪 严世凡这几句话 就像在高汉文的心窝猛地倒了一圈 高汉文慢慢闭上眼睛 眼前唤出了一片熊熊火光 似是沈一时琴房正在燃烧的熊熊大火 高汉文立刻睁开眼睛 那火光随之消失 可此时的高汉文 脸色已经有些白了 严世凡以为自己这一招刺中了他的要害 知道错了 回头有案 我今天亲自来 就是念在当初是我举荐的你 皇上也是看我的面子 把你从昭狱里放了出来 你说 张真人的内汉真经 是不是沈一时给那个一计的 高汉文单单说道 我这里没什么遗迹 只有高某的妻子 张真人将士将真经托王妃进献皇上 寻臣都上了贺表 严大人要另说一套 可以去问豫王 去问王妃 不要跟我说豫王 我告诉你 豫王和王妃也受了你们骗 你和你背后那些人 要想着抬出豫王和王妃就不敢查了 那就错了 司礼间那边都等好了 一到子时 徐杰高拱张居正那些人 一个也跑不了 严大人 严大人忘了今天是什么日子 正月十五不抓人 正月初一老子还杀过人呢 来人 把那个女人给我搜出来 那个对官还没应声呢 高汉文把他喊住了 我的妻子就在后院 已经叫不出来了 因那间屋子堆满了柴 浇满了油 严大人 你的人一去 立刻就是一把大火 无需半个时辰 就是一堆灰烬 他死了 我跟你去读查院 也可以跟你去见皇上 这一下轮到严实凡的脸白了 好 你喊 那对官不得不问 小哥老 后院还去不去 去放火吗 去同龄衙门 吊几部水车来 是 前院传来了传令声 几个官兵立刻向前院 门外奔去 高汉文在椅子上平静地坐下了 严实凡那张脸满是狠毒 在上手火盆前的椅子上坐下 从袖子里抽出了一把折扇 朝火盆猛扇了几下 火盆里的火苗还是不忘 严实凡干脆将那把折扇往火盆里一扔 扇子燃烧了起来 他伸出了手 竟然扣起火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